好了我們可以感覺到 除了韓市長的出現 不當是林陶陶哥這麼認為 相信很多網友在底下的留言 也看得出來真的是非常正面 那再來有一個第二題想跟你請教 是國民黨現在全代會23號要登場了 外傳有要換猴換豬 菲律大初選等等的提案很多 那議員呢 徐曉晶則認為說換人的聲浪啊 並不會在全代會後就結束了 會延續到11月登記前才可能結束 您這樣有沒有認為嗎 我認為我贊成徐曉晶的看法 就是說723這個聲音會不會結束 我認為不會結束 那我有幾個看法 因為過去前一段時間不是每個禮拜 只要禮拜一禮拜二 大家說是不是今天 這個禮拜的禮拜三中常會 又烏雨密布 然後呢就是這個山雨欲來風滿龍 是不是開始又有提案 要換猴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每一次都是晴空高照 後來是平和落幕 原因就是大家每個禮拜都會做一件事情 到底這個禮拜我們的民調拉升了沒有 如果拉升我覺得這些雜音 當然是不會出現啊 這些過去大家覺得說會有焦慮感 會覺得應該要換人來參選的狀況 都是因為我們現在民調還是處於低迷的狀態嘛 所以我覺得每個禮拜在炒作 換猴的提案或是全代會大家傳出這個聲浪 我覺得不是說一定會換得成或有人一定在串聯 或一定在搞事可是呢呈現的就是說大家有一個焦慮感 那我們什麼時候我們的民調才往上拉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過去一段時間說真的啦 金武聰老師他到了猴團隊之後提出了四大主張 包括這個廢除NCC重啟這個特徵組 那我們的憲法九二跟我們的能源政策陸續提出來之後 確實讓我們藍營基本盤或是藍營的基本的支持者會覺得說 確實侯市長的路線是跟我們一樣的 而且跟我們一樣的過程是怎麼樣 是真正可以讓兩岸和平讓台灣不缺電 然後呢去讓這些毀線亂證的NCC 以及這些不管從詐騙案草地弊案 一直出現的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可以受到制裁可以受到查辦 我覺得這個四大主張確實讓這一段期間的民調 稍微有所宰獲 我這些不是空火說白話 因為我們看到幾個數據 不管是這個禮拜的網路溫度計 剛發布的網路好感度 這個網路好感度不是這個禮拜才出現的 而是長期待狀在做追蹤 之前的侯市長的好感度是0.31 那這個禮拜進一步的拉升到0.35 所以基本上你看他雖然在七六遊行 有一些人說給他比虛然後到站 我知道可能侯市長在整個的場次來講 講話在要迎合或是說要讓年輕世代聽了下去 可能要再做調整 可是至少他到了現場 而且他直求對決把大家對於司法改革 跟土地正義居住正義的主張 講得非常完整 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看到他是一個非常有尬詞的 而且說真的 你要去那邊講一些空口說白話 空口這些泛泛之詞也非常容易 可是我覺得看出侯友宜是一個 至少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候選人 他去那邊講出了他的主張 但後面有講出一些競選的標語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基本上他是一個中間選民 然後有很多當然有很多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在現場希望聚焦於議題的部分 那我覺得在七一六上網路的好感度 有具實的拉升 過去有一些網路族群根本不認識侯友宜 可是在七一六不管你表現得怎麼樣 至少你講出了主張就會拉到一些份 這是網路好感度上升的原因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看到 雖然這個昨天有很多民調出來 我們還是處於低名 可是有一些數據真的值得我們檢驗 包括侯市長在50到59歲 跟60歲以上的民調 已經非常明顯的拉抬 1.35個百分點到2個百分點 這代表說四大主張 確實造成我們男營的支持者的 基本板塊的回流 這是一個好現象 另外一份民調 同一份民調 在做四卡都的狀況也可以看到 柯市長現在是25%的支持度 侯市長是20%的支持度 說真的在一個選舉裡面 只要因為我們知道藍白的支持度 某種程度是重疊 蠻大的部分重疊 所以基本上如果侯市長可以拉升2.5% 那柯市長如果有晃動稍微2到3個百分點 我們就有機會擺脫老三的局面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禮拜的數據來看 其實是有一線生機的 只是說我們接下來看到未來 在723之後就像巧欣講的 會不會這個換猴或是說要換人的傳言 會不會繼續會 原因是因為今天不是723全代會 大家展現團結就結束了 因為大家看到的是你的民調數據有沒有拉升 這才是參選到底最大的正當性 我們知道現在希望下架民進黨的高達六成 那我覺得很多人都覺得說 那侯市長可以啊也很好 那他過去執政也很穩健 可是能不能拉下民進黨嗎 能拉下民進黨才是大家現在最關心的一個要點 所以我覺得像是前天開始 台北市開始辦三頁會 為侯市長來辦後援會 那麼昨天一連在這個新北 然後在台中辦肇事 今天下午我也會出席 兩點半開始在中立的桃園大肇事 要告訴大家 不管是總統還有所有立委候選人的肯多會 都是進一步的能夠拉升這個氣勢 那我們看到這個禮拜日七二三就要 要這個要舉行了 限制首長會到場 馬前總統會到場 朱主席會到場 韓市長會到場 我覺得只要再拉兩到三個百分點 至少擺脫一直停滯在那邊的民調 我覺得會有好轉 那可是這個好轉一定要繼續持續 包括你對於整個接下來八月 美中台的關係我們看到侯市長接下來要到日本 要會見一些過去對於經濟非常著重的這個麻生的前首相 那也要會見一些重要的人士都進一步要談整個台海的局勢 以及過去大家也提到這個安倍前首相講到的台灣有事 日本就有事如果如何把這一句標語變成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或者是變更具體的不管是CPTPP的幫忙或是整體能源戰略 糧食軍事整體的合作我覺得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而且在日本之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的出訪 大家可以看出賴清德過去一段時間說台灣總統就是要走進白宮啊 結果呢昨天美國每一次在英國金融時報只要出現指證台灣主要候選人方向錯誤 其實都是直接來自於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相關的直接的人員 而這也顯示出這一次的美國其實沒有在這三邊的候選人有踩任何一邊 反而是對台獨金孫賴清德有一個非常深入的一個不信任感 所以你看昨天民進黨黨中央或總統府口口聲聲講說 沒有啊我們沒有受到任何的關切或任何的指責 可是呢今天賴清德就改口 他說哦沒有啦我們的意思就是要回到他之前投出華爾街日報的四大支柱 你可以看出其實他就是直接被警告 而且直接改口再換路線 所以基本上呢在八月賴清德總統賴清德副總統過境美國 呃侯市長要來出訪美國 現在也傳出郭團明董事長要跟季辛吉來見面 柯市長也說當時候他去美國見AIT的時候還不是總統候選人 所以基本上八月中的主戰場在美國 如果能夠在這一場美國的會面上 侯市長展現他國際的格局 展現藍營基本上對能源 對兩岸和平 對整體的主張穩健的角色 我認為八月中還有拉台的一段一個契機 那這個契機呢只要在九月十七號開始連署登記前 能夠把自己變成老二或是老大 基本上這個謠言就會止歇 可是如果我們的民調持續的低名 那很不好意思 到最後一刻十一月提名的時候 都還會發現這樣的聲音 所以發生這樣的聲音就只有一個方向可以來做努力了 就是大家說的非綠大聯盟或是在野大聯盟或是藍白河的方向 這就是一個不可逆而且一定要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個月會是很關鍵 到底我們有多少籌碼多少能量去跟白色陣營或是整個在野大陣營裡面 我們要當成一個盟主 而當成盟主之後呢 就是別人來跟我們合 就是我們有話語權 這些雜音就會減少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包括金老師的四大主張 然後國民黨中央辦的這四檔肇事 加上全代會 接下來侯團隊自己針對日本 對於美國整體的鋪排 我認為只要這兩個月站穩腳步 我們的支持度還會拉升 好我們盧涛哥所說 這個民調跟雜音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民調上來我相信雜音也就會下去了 好我們感謝韜哥1點2題的分析 謝謝 謝謝 謝謝政凱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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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